白色轿车准备转弯下一秒一辆外送机车 经过当场撞上 外送员衰落在地翻滚好几圈才停了下来 从行车记录器来看 对象白色轿车已经停下里让 没想到一转过去外送机车突然出现 这时驾驶已经反应不及 发生在2号下午3点50分 新北市汐纸中心路跟外送骑士发生车祸的 是一辆驾训班车辆 准备转弯开回驾训班却发生意外 看着驾训班车辆的女驾驶惊魂未定 而外送员双脚受伤紧急送医 原以为该不会是驾训班学员 还没拿到驾照却在道路练习量状 事后厘清其实是驾训班的行政人员 因为如果是驾训班学员练习驾驶 上头会摆放道路驾驶考验或是练习中 提醒其他用户人 不过这回发生车祸的教练车上 并没有车顶告示牌 偏偏这个路口根本没有号制灯 谁对谁错详细教室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也好在并非无照学员酿货 否则对错恐怕更加错综复杂 记者陈云轩 盘嘉义 陈丁汝 新美食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 触摄政策 则不定 和联系统 分数 优优独播剧场 敬优独播剧场 续优独播剧场